今天是一个属于爱的日子 2012年9月23号 农历8月初八 又让人想起了四年前 北京奥运会开幕的那个日子 我们所在的是一个爱的场馆 四年前我就写了一篇文章 我说这个场馆 简直太跟爱有缘了 一共两个项目 羽毛球和艺术体操 林永波同志是羽毛球的教练 他的夫人是艺术体操的教练 所以这是个爱的体育馆 四年后我们又在这个爱的体育馆里头 见证爱 今天我们要见证的是什么呢 见证的就是一个男人 要对自己心爱的女人来兑现承诺 并且彼此承诺一生的一个时刻 我觉得其实对我们来讲 最有意义的并不是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里是林丹 圆某奥运会金牌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选着这里婚礼的地方 选在这里 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跟方方唯一一次 代表中国代表团参加的奥运会 的比赛地点就在这里 所以我觉得 记得意义超过金牌 一 二 三 不论顺境或是逆境 富有或是贫穷 健康或是疾病 你愿意和他终身相伴 永远不离不弃 爱他 珍惜他 直到天长第九吗 我愿意 你愿意嫁给你面前的这位男士 让他做你的丈夫吗 无论青春或是年老 富有或是贫穷 快乐或者忧愁 你愿意和他厮守终生 永远同甘共苦 爱他 陪伴他 直到海枯石烂吗 我愿意 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激动 因为说句心里话 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感觉 已经远远超过奥运会了 所以 所以 真的在我内心里面 我觉得 很早就期盼这一天了 我觉得今天终于来了 所以我非常的开心 而且我也会对我的妻子说 我会永远爱你下去 接下来请新娘 把自己心里最想对新郎说的话 告诉大家最重要的是 告诉新郎 其实我们一直在队伍里面 从羽毛球认识 然后最让我感动的是 我比你提早退役了 然后有一天 就是我和你在北京 你刚训练完 然后朋友也没有空 然后你回家 你跟我说 我们晚上吃饭吧 然后我就说我不要 我要做饭给你吃 然后他 他就 反正他就顺从了我 他就 让我做饭给他吃 吃饭了以后呢 他就抢着去洗碗 然后我说你这么累 我来洗吧 他说不要 因为洗洁精 对女孩子的手伤害很大 我要你每天都 漂漂亮亮的 开开心心的 就可以了 你对他最想说的那句话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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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给我大包 再来一遍 爸爸请喝茶 妈妈请喝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